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起来碧莹是明白自己长相的局限性 不过长得高白美 就一定不会干经纪人 而是自己当明星去了 同时 对于网友口中说她做那种事 碧莹似乎是否认的 让大家不要相信网络上看到的 但她又没有正面否认 含糊不清 张丹丰和红星一起接受采访的时候 当众说碧莹就是矮小黑 此时 红星笑得很开心 红星和张丹丰一家三口亮相超洋眼 一旁的碧莹看上去确实很矮小黑 但不可否认的是 红星和张丹丰之间的感情 似乎确实有受到这件事的影响 今年过年期间 张丹丰晒出一家三口的合照 而红星紧紧筛出自己的照片 似乎有一撇清和张丹丰的关系 矮小黑 但不可否认的是 红星和张丹丰之间的感情 似乎确实有受到这件事的影响 今年过年期间 张丹丰晒出一家三口的合照 而红星紧紧筛出自己的照片 似乎有一撇清和张丹丰的关系 红星今年已经50岁 以张丹丰大了10岁 二人的年龄差显现了出来 在这一两年的时间里 红星和张丹丰从未公开合体出现过 不免被人质疑 他们婚姻确实出了问题 近些日子 红星经常被网友偶遇 不过每次红星都是单独带着女儿和陈法荣 蔡绍芬聚会 从未见过张丹丰出现 而且 红星每次看上去心情都非常不好 不是训斥女儿 就是和蔡绍芬吵架的样子 红星又或者是被拍到一脸憔悴的样子 50岁的红星青春美貌已不在 却是没办法和20岁出头的小姑娘比颜值 易莹从头到尾没有正面回应过和张丹丰的关系 只是张丹丰红星两口子在否认 单看红星最近憔悴的样子 真的不像是婚姻幸福的样子 参考她的闺蜜蔡绍芬就能看到 张丹经常出现在蔡绍芬身边 而红星只是单独带女儿出门 令人感慨 红星总是那么遇人不输 欢迎点赞关注小雅哦